一粒一修成本增加多家業者喊掌 行政院原定要一連兩天約談 滷肉飯等9家業者卻臨時喊咖 被外界批評茶掌是虎頭蛇尾 沒有效率啊 就是他們政策都是為了通過的通過 沒有想到後面配套措施 包括胡須章 八方雲集 三商巧服等連鎖業者都在名單內 不料在約談當天行政院才突然表示 為了避免擾民將改用訪查和書面方式 此舉也被轟根本是半吊子 又一次的政策的法夾彎嘛 他本來說要去查訪 然後要檢查他的成本 他現在大事化小事化五變成書面 政府大動作說要約談 就有人質疑市場上有充足的生產者和消費者 沒有單一個人或業者可以獨自影響價格 那個裡有這麼多經濟博士 竟然不明白這種道理 經濟部他就有一個體系 有一個機制在查一些不當漲價的 大費周章的 一開始就說歐巴仁約談 這是很奇怪的 不過針對許多業者表明 因為一粒一休所以漲價 學者也點出政府查漲的步調 應該要更明確 查的目的絕對不是禁止你漲價 而是要清楚的知道 一粒一休到底讓這些業者 你的費用 你的成本增加多少 利休漲價究竟怎麼查 就盼政府不要指示雷聲大雨點小 東森財經系列劉紫欣張博翔綜合報導 秋小 尤其是擔憂加 中文貴經系列劉紫欣張博士 中文貴經系列劉紫欣張博士 道佛瑛 tabs 中文貴經系列劉紫欣張博士